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中成立經濟工作組 中共擔憂經濟 暫放身段 大家好 歡迎您收睇國際新聞眼 我是美玲 巨人梅披露 習近平在今年北大河會議期間遭遇中共元老當面斥責 另一中共前軍委副主席 亦在旁邊坐鎮沉默施壓 據說是因為不滿習近平對軍隊的一系列整肅 但外界對這個消息的爭議持不同態度 據中央社報導 日經亞洲社論站稿人鍾澤克爾 此前曾引述知情人消息披露習近平在北大河會議上被中共元老斥責 21日鍾澤克爾引述消息來源詹文說 今年94歲的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慈浩田也出席了這場會議 其中一名中共元老是前中共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慈浩田就坐在他旁邊 據說慈浩田雖然全程都沒有說話 但鍾澤克爾表示 慈浩田這種無聲的行為 也被認為是值得喚美 無論中共軍方對習近平的整肅有多不滿 都不能直接表達 因為他們必須要捍衛共產黨 所以退休的軍隊元老 都不可以不向習近平傳達中共軍隊內部的情況 但慈浩田全程沉默的行為 也被解讀是 中共軍隊元老對習近平整肅軍隊的不滿和施壓 尤其是中共火箭軍需要專業操作 而外面的人明顯很難快速 數年對火箭軍作調動 但習近平新任命的火箭軍司令 王口斌和政委徐西成 來自海軍和空軍 因此軍隊充斥強烈的不滿情緒 若負責軍隊行政和對外關係的 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也被撤換 組織內部的動盪必然加劇 中澤克爾也認為 中共軍內部目前對整肅和動盪的不滿情緒增加 可能和慈浩田在北戴河會議期間的 沉默施壓有關 因為慈浩田也在密切關注軍隊動態 對於這個消息的真實程度 有幾種觀點 時事評論員王友群認為 在習近平反對中共元老的老人軍政11年之後 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他認為中澤克爾 前後爆料的這兩個消息 可能都是假的 或是曾慶紅親信利用中澤克爾向外界放風 中共高層或再次出現倒閘潮 而且有軍隊的高級將領參與 幫倒閘潮造勢 資深媒體人唐浩表示 目前的爆料很可能真假夾雜 習近平上台之後 中共黨內的反習派 特別是曾慶紅的手下 經常對國外媒體散播不利於 習近平的消息 還要出口轉內銷 通過這些外媒進行報導 從而在國內對習近平進行政治施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樂際的舊部 和親信紛紛落馬 有分析認為 這樣對趙樂際來說是不祥之兆 也有人表示 反習勢力想讓趙樂際換了習近平 從今年3月16日到6月25日 袁寧夏回族自治區 紀委副書記欣鶴瑜 中共國之委巡視組長駱玉琳 中紀委國家監委第13審查調查室 一級調研員崔玉琳 中紀委國家監委住交通運輸部紀檢監察組 袁二級巡視袁瑤西科 中紀委國家監委第二監督檢察室副主任劉燕 中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副部長郭忠強 紛紛被捉被查 欣鶴瑜是出身西北的紀檢監察官員 由西北出來的趙樂際自然是他的靠山 其他5人都是趙樂際擔任中紀委書記時的下屬 駱玉琳和趙樂際尤其密切 9月20日 光傳媒創辦人王安羅 詹文披露駱玉琳是趙樂際少有信得過的人 趙樂際在做青海省長和省委書記時 駱玉琳多方奔跑 幫趙樂際做了很多事 黃安羅還說 中紀委現在圍繞駱玉琳的案件已經形成一個系統大案 青海省正在大範圍進行調查 線後逮捕了很多和他們關係密切的重要人物 駱玉琳專案組正在北京 中紀委已經約談了百幾十人 在青海已經約談一二百人 官場大鎮人心惶惶 普遍認為這是衝著趙樂際稱君則而來的 這些說話也不是空月來風 因為今年八月已經退休五年的 前西寧市副市長姚林突然被查 據傳姚林是駱玉琳的兄弟死黨 7月和6月 青海省政府參事黃平和西寧市前副市長許國成被查 許國成也是趙樂際的舊部下屬 黃安羅引述圈內人事消息說 若然中共查趙樂際就必定查駱玉琳 查駱玉琳就必定會查姚林 姚林後面還有一連串有關人員 現在趙樂際在青海那時的親信 由上到下一條龍幾乎都被捉了 西寧成了清查核心 而且習近平似乎早就準備好要查趙樂際的人 早在今年1月9日 習近平在第20屆中紀委第二次傳會上表態說 要到人向來對系統內的腐敗分子從嚴懲治 接著由3月到8月 趙樂際由北京到青海老家的親信都紛紛落馬 中紀委前官員黃友群在《大紀元》撰文說 中共高層的內鬥空前激化 一個表現就是習近平的親信里希 不停地查紀檢監察系統的內鬼 陸媒報導 8月23日以來20天之內 至少有19個中共紀檢監察內鬼被查 黃友群說 趙樂際是江派重要成員之一 這些被查的內鬼中 有不少也是趙樂際做中紀委書記那時重用的 若果李希再深惑 很可能就屈到趙樂際頭上 習近平以反負名義整肅官員 而趙樂際也涉入秦嶺違建別墅案 陝西千億礦產權和青海非法採礦案等重大腐敗案件 由此看來趙樂際確實是嚴重貪腐的官員 現在中共黨內反習制力蠢蠢欲動 黃友群認為江派若果想找人取代習近平 這個人很可能就是趙樂際 原因是 1.趙樂際今年66歲相對年輕 2.除了習近平 趙樂際是七個中共政治稿常委裡面 所謂之力最深的一個 做過省長省委書記 中紀委書記 政治稿常委 也是現任全國人大委員長 3.趙樂際壞到沒有底線 深刻面皮厚 但是以習近平的多疑性格來說 若發現趙樂際實際有犯上的意圖 必然要拿下來 從趙樂際親信駱玉琳案件的不斷擴大 和趙樂際多明親信和舊部被查的情況來看 他的處境似乎不太樂觀 日前中華民國國防部公佈中共軍機動態 國防部長邱國正表示 最近敵情真是挺異常的 也有台灣軍方人士認為 現在是中共士氣最低落的時候 所以故意升高台海軍事壓力去將聲勢 21日晚上 中華民國國防部發布新聞稿表示 當日上午陸續發現中共 殲10、殲16、空警500和無人機等各類機營 總共有超過20架次的出海活動 部分軍機遇過海峽中線和現身線 飛入台灣西南和東南空域 並配合軍艦執行戰備警巡 作為應對國軍同步監控中共遠火火箭軍和福建 大程灣附近的地面部隊動態 並強調對共軍在台海周邊的動態 全部在嚴密掌控中 22日邱國正在立法院被媒體問到 21日的新聞稿 為何特別揭露國軍掌握 福建的大程灣附近部隊的動態 邱國正表示 沒有做特別揭露 最近的敵情真的是幾異常的 中華民國前國防大學 政戰學院院長余忠基分析說 前幾天中共的山東號航艦編隊 去到西太平洋演習 中共竟派了103架次戰機擾台 而且中共軍隊和船艦 在台海周邊有意升高軍事壓力 這個應該和中共軍心士氣受到一連串打擊有關 包括傳出的核子潛艇爆炸事件 中共國防部長李常福的失蹤 和火箭軍高層幾乎被一獲贖 都說明現在是共軍軍心最不穩陣 士氣最低落的時候 但如中基亦指出 明年台灣總統大選就快來到 中共希望能夠選擇親共的總統候選人 便於在將來實現兩岸統一 所以要升高台海的軍事壓力 就是製造這種虛張聲勢的狀況 是刻意要展示共軍武力強大的假象 中共房地產危機十分嚴重 有人爆料說出中共對付地產商老闆的關鍵一招 令房地產老闆不敢動 也有分析認為一旦房地產爆雷 會引發社會和政治危機 21日 正經評論人士老闆在X平台發文說 所有習慣進行資金回籠的企業和行業 都會敗落得很快 中共政府如果大埋深水要對付地產商 辦法多的事 最簡單的一條就是 所有地產商都有嚴格的資金回籠規定 即是各分公司帳面只能留下兩個星期的資金 所有盈餘資金必須調去總部 好像恒大這種分公司帳面上只能留下三天的錢 但這樣直接違反房地產資金 專款專用的規定 就是刑事犯罪 現在樓盤紛紛爛尾 內容資金就是犯罪 集團層面 由老闆到所有 掛有種字的全部要坐牢 沒有一個是冤枉的 所以這就是地產商現在一個個都非常老實 沒有一個敢跳出來搞事的原因之一 中國房地產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時評人秦鵬在《精英論壇》節目中分析說 恒大負債2.4萬億 整個中國房地產欠了金融系統多少錢? 它估算包括銀行、信託和發債等 對房地產的開口是60萬億 其中有39萬億是個人住房貸款也會有一些爆雷 主要是很多人沒有工作還不到房貸 還有21萬億是對公司的 主要是對地產公司 裡面有很多是貸款 但因為沒有人買屋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還貸款 房地產公司欠低的很多錢 是借上下由產業鏈的 或者是借買屋者提前預付的錢 就是相當於將他們的錢吃光 所以房地產這個雷會爆得更大 大概會有90多萬億 秦鵬表示房地產有大量權貴資本在裡面 這些金融體系背後有很多 也是由中共權貴控制 如果房地產和金融爆雷 引發更多問題的時候 權貴肯定會將和水向外面引 第一是將老百姓填落淌那裡 但這樣會激化整個社會矛盾和政治風險 第二他們會相互傾摘 大魚食細魚 或者沙魚之間相互鬥 再一個就是會引發包括 習近平和中央 地方和中央 或者整個太子黨之間非常複雜的高層鬥爭 金融出現問題之後 會演化成為更多的社會危機 肯定會變成政治危機 日前美中宣布成立兩國工作組 以此來暢通兩國經濟和金融領域的溝通渠道 有分析指出 北京的妥協表明了對經濟的擔憂 中共在國內反駁 中國經濟崩潰卵 但是遭到民眾怒怒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美國財政部在22日宣布 美中正式成立經濟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 這兩個小組向美國財長 耶倫和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匯報 並定期舉行副部長級會議 美國致富難得公司 中國問題專家何天莫 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現在願意就這些問題 與美國進行討論 表明了中共對經濟情況感到擔憂 並可能會尋求緩和 與美國的緊張關係 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 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孔明尚表示 中共同意成立美中工作組 表明北京迫切希望 與美國在經濟和金融 這兩個中共陷入困境的領域 進行定期對話 並希望說服美國放鬆對中共的 技術管制 看來中共為了緩解自身危機 暫時放低身段 但依然用謊言欺騙百姓 只不過民眾 現在似乎都不太給面 9月17日 中共新華社發表系列評論文章 《反駁中國經濟崩潰論》 還說今年前8個月 中國的主要經濟指標在這裡回升向好 但有網友回隊說 什麼情況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的百姓 還不知道嗎? 也有人說 評論是精選的 廣場是過不了夜的 失業率和基尼指數是不公佈的 經濟指數是下行的 盛頭債是爆雷的 房地產是大廈 將談不必談 官方經常說未來是穩中向好的 好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關注 我們下星期見